它也有自己实体的工厂 人家说它是基于研发 基于管理 也基于整个实体的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实质 都会有比较丰富的经验 听开一个 那我们开始了 生意听得见吗 谢谢啊 这样下午我们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来探讨一下研发体系 这款那本 这本PPT是我原来在 教大家里面上课的一本 但是那个课时间比较长 是两天整 两天整的是 早上四小时 下午四小时 加晚上两小时 所以每天是十个小时 两天是二十个小时 那我们两个小时 那我们把浓缩了一下 那么也是我多年的一个总结 所以我基本上每个月我都会去改这份PPT的 把一些新的感受能够写到里面去 那么下午我想我们在探讨过程中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直接就问不一定等我讲完 那要再来问问题这样方式 那么 整个讲解呢 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个呢 是我们来回顾一下 或者我们自己去 对照我们自己的实际 去想一想我们研发里面成的哪些问题 第二部分呢 是 我们如何来解决这部分 这些问题 那实际上呢 3PM呢 只是一个契机 我是说啊 而且呢 PM本身的IT工具呢 它只是一个工具 那我是经常说 这个工具呢 就如同一支铅笔 一支钢笔 或者你是一个万宝龙的钢笔 我是一支英雄的钢笔 咱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用这支笔的人 能不能成为筑法家 对吧 如果你是个筑法家 拿铅笔写出来的字也好看 拿干笔写出来的字好看 对吧 哪个万宝龙线也好看 哪一个英雄的笔也好看 对吧 如果你不是筑法家 随便跟你一支都归的笔 那么你写出来都不一定是好字 所以呢 我像就是PM呢 这样这些工具呢 它仅仅相当于一支笔 关键是在于我们用笔的人 能不能自己成为一个筑法家 那么你要想成为一个筑法家 那么就有很多的套路要走 对吧 这套路呢 实际上在理论上呢 也有一些总结 那我那是一直这样子 跟很多客户讲的 我说我们汽车连部件行业是幸福的 为什么幸福呢 因为1699的体系固定的非常小 它是磁操性的一个体系 跟ISO那个原则性是有差别的 这样来讲啊 那么我们在说很多是研发人员啊 我们很多时候感觉到体系给我是个约束 是一个捆绑 好像感觉这个我感觉 这样干也不舒服 那样干也不舒服 对吧 然后呢 每次都是什么呢 外边来第三方审核 或者二方审核的时候呢 大家加班 加班干什么呢 我说加班造假 是吧 加班就造假嘛 对吧 缺了很多文件 然后我们拼命去补 对吧 补了之后呢 就反正把这个过掉了 补了之后呢 又恢复原状 就是这样子一轮一轮的过程中 那我是觉得任何一个体系 它都是怎么呢 无数优秀的企业 经过长期走弯路 它总结出来了一条直路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每一个人呢 还愿意去再去走一遍弯路 不去走那个直路 对吧 这个对企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让我们没有站在居人的金板上 去做事情 所以呢 我更重要的 我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认真 把体系里面的东西 能够理解透 然后呢 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 能够把这些能力 应用到上面去 使得什么呢 使得我们叫真正体系实现 我们叫写所做的 做缩写的 就是体系这两句话 我们叫写所做 做缩写 对吧 你的承诺你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是讲一下这个体系 怎么样子能够落地 那么落地的方式也很简单 就是PM是研发体系落地的 最佳工具 就是能够怎么样子用一个PM的系统 把我们一套管控方法 能够不择不克地在里面把它运行起来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主要的内容 那么我们还在开始之前呢 让我们看看问题 看看问题 第一个呢 是拍一张图 这张图呢 是2015年在微信朋友圈里面非常火的一张图 2015年拍的照片 拍的是什么呢 是电缅公路上面的 大约在相同位置 有两个小的水利发电站 一个呢 是国民政府在抗战的时候建的 就是左边这里 大家看到明白 上面是1942年基地的产品 那么一个呢 是我们国家就是经国以后建的 大家看看明白是1979年的4月 对吧 大家看看1979年跟1942年差多少年 差了三十几年 对吧 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 这台发电机继续在发生 这台发电机已经烂到一蹋火了 那我们都是搞工业的 从这两个地方的差距来讲 也许 这一个发电机 我们叫什么呢 从本身的理论的水平来讲 你这个要更好 对吧 也许 对吧 七几年的理论了 做电机的理论了 对吧 但是呢 实际在长期运行过程中 水平不行 水平不行 那么做工业 我想 我想 首要的还是质量 所以我们讲质量体系也好 做什么也好 只要质量 从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的是一种全方位的差距 从基础材料技术到工艺 全方位的一种差距 我说我们可能跟巴达国家的工业水平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近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近 各个上面的技术 技术上面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那么有差距不要紧 要紧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对待差距的一种态度 我们是如何去弥补去感伤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自己的研发里面 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那我来把我们这么多客户 我一直在接触客户 跟他们一起交流 我把我们的问题梳理了大概九个问题 我原来都写了二十几个问题 不断的浓缩浓缩呢 现在写成九个 这九个呢 我如果你们认真反思一下自己 可能或多或少 在自己的研发里面会有一些痕迹 会有一些痕迹 第一个呢是 我想缺乏系统正确的研发里面 我为什么把这个放在第一位 我认为一个企业的研发 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指导思想 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我们叫什么呢 是超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那种理想的话 这个企业的研发是不可能的 长期被积累 或者说我越来越改善 越做越好 这就是研发里面 研发里面有没有 那么我很简单 我说你们能不能把你们海里的研发 是如何做的一句话讲清楚 讲得出来吗 讲不出来那说明 还是没有研发里面 对吧 那使得所有的人没有办法用步调一致的 用一致的思想方法去做事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那么多的技术人员 就合不成一股 那个集中的力量 对吧 每一个人可能会往不同的方向去走 因为思维导向不一致嘛 对吧 所以研发里面是第一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定义 我们本来说我们新能源 我们是如何做研发的 想一想一句话 那么人家问我说师傅怎么做的 我说我的话很简单 叫技术研究是跟踪为主 然后呢产品研发平台为主 电单开发要越好越快 这是我们师傅的 我就是这样一句话 我描述清楚 我师傅的研发是这样子 那么我所有的人都是朝这个方向去走的 这是研发里面上面的一个产业 就是我们大量的企业 我们知道什么呢 我们的所有人 所有的技术人员 管理干部 全部的精力都画在了电单上面 而没有仔细想想抬起头 去看我们的未来 到底是朝哪个方向去走 第二个呢是缺乏紧张性的有效的产品规划 这一块的差距呢是非常大的 我们大量的我们国内的企业 所谓的研发实际上就是拿到一个电单开发 是不是 就是我拿着单子 拿上去做开发 就叫称之为研发 那么理论上来讲 研发应该是超越现实的 就是我研发应该是我企业的未来 下一代产品叫研发 这一代称实的叫电单开发 或者叫营业设计 那么作为研发来讲 那你就一定要做产品规划 一定要做产品规划 那么这个我们跟那个欧美企业结束的时候 就感受非常深刻 就是人家跟我们的差距呢 在产品规划上面是差异非常大的 那我们可以去这个整个例子 大家看上海大众 从建厂到现在有几款车 几个车型 对吧 从桑塔纳到帕萨特到那个图安 然后呢到现在一个图观 基本上有这几个了 四五个 对吧 那我们你看看我们 你们对那个国内的 国厂的新能源配套 对吧 国厂的车一年一个 一个所谓的型号 对吧 每年可能一年好几个型号出来 那结果那是什么呢 我说呢 你所有型号加起来还没有 哪个型号卖得多 那谁争取 那可能是他们争取 是不是 这是产品规划上面的一种差距 在我们汽车行业上体现的是 邻里进制 邻里进制 那么在这一块里面呢 那么我们讲 那很多人说我们是联波锦厂 人家是整车厂 对吧 那整车厂没规划 所以我联波锦厂无法规划 对不对 那么我再举个例子 财尔福 财尔福做联波锦厂 对吧 早上记啊 财尔福呢 基本上世界的几大大的汽车整车厂 只能选用它的转向器 不可以说我这个车你给我开发一个转向器 基本上是它研发了多少转向器 你去选 是不是 那就是 塑花权在水那里 如果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 就意味着我们没有话语权 对吧 每一个企业在社会上生成 都是不断的争取自己的话语权的过程 对吧 那这就是什么呢 我说我现在是个小学生不要紧 但是我可以不断的念初中 念高中上大学 对吧 最后我成了博士 我并他厉害 那一步一步走过去 这个就是每一个企业我想 一两样走的路 在产品规划上面呢 我还有一个同学是德国滴木公司的 在中国的总经理 他订不过是做什么呢 做那个太阳能电子版的焊接的设备 穿焊设备 我们汽车那个领部间里面 他们也做汽车领部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设备 就是那个像那个特斯拉 他们也是供应的 然后那个像大众的双离合器的 整个的制造性的他们做 那么他讲呢 太阳能的那个穿焊设备 就衡量这个设备的能力 是每小时焊多少片来计算的 焊多少片 那么他们现在在市场上卖的是每小时1600片 那么我们国内的工业商能够做到每小时1200片 但是它的价格是国产的double 大家想想看呢 一个是1200片 一个是1600片 价格是double 但是呢 我们国内的制造商还是愿意买它设备 为什么 大家知道德国设备比较尽就耐用 我们可能买个国产的设备 虽然是1200 但是呢 我3200的要提供 是不是 所以它还是卖的很好 但是呢 它在他们总部的研发部里面定型的时候呢 是每小时3200片 就已经定型了 那他说我们怎么卖呢 我们是 当我们中国的公司学会了做1600片的时候 我可能卖2200片 我还是你的价格double 是不是 当你学会2200片的时候呢 我卖3200片 我还是你的double 就是这样子一个状态 它的产品性的规划 要远远超前于我们现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的东西 整个来讲 这是规划上面的一种差距 那么没有这种规划 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一直在 一直在想念那个 我们所谓的想念市场 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被动的想念市场 对吧 我们叫什么 客户教你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这就是被动的想念市场 第三个呢 是不重视概念设计和整体设计 在开发过程中的这种评审 相对来讲是走过场的形式比较多 我们并不是没评审会 但是可能很多评审会呢 交锋不激烈 对吧 就仅仅是看了一个会而已 写了一个会议纪要 到最后过来了 那这个评审会 实际上就不会有很大意义 那么我们不重视概念设计呢 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教育的一个很大的失策 就是我们呢 我们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培养过 如何去策划一件事情 对不对 从小到大没有培养过 如何去策划一件事情 等到我像我这样一大把年纪了 我觉得策划了重要性的时候 已经为止已晚 对吧 那我们需要是 冷冷都要有策划能力 那么我们很多则呢 大家看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工作都很饱满 看看西方人呢 每天工作的四五个小时 还有两个小时 coffee break 就是 就是为什么人家还挣钱我们不挣钱 就是他的劳动价值能够最大限度的被放大 被市场放大 就是我做一个键 我能卖很多 我们做一个键卖不了很多 这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劳动价值不能被放大 不能被放大的很大的原因就是 我觉得还是我们做的东西不够足够好 并不是说我们其他地方不显示 我们这个东西真的不是足够好 对吧 如果你足够好 一定是能够卖得足够多 那么在概念设计固的这个环节呢 我是发现很多企业里面这个环节 都没办法 就我们的流程里面也写了 可能有一个文档也做了 但是就是我们的大量的真正的核心技术在那个时候没准备 为什么说啊 概念设计是干什么呢 概念设计就是在关键技术上要全面突破 后面到详细计的时候没有关键技术 这叫概念设计完成 我们叫关键的设计计算 原理这些东西全部通了 最关键的工艺也被突破了 到详细计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展开 这叫概念设计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是概念设计就是交了个文档 开了个会结束 但是呢到后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那么还有一个是我们在人的利用上面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A项目来站上去 B项目来理事去 站了一个项目往五去 最后点不过来再轮一圈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个叫什么 这个项目就深深地烙上了这个项目经理的烙印 对吧 这个项目经理能力比较高的 这个项目呢相对比较平稳 下去了 这个项目经理能力差一点的材料呢 老出问题 老出问题呢 大家再扑过去给它打补丁 就是花了很大的力气 这是什么呢 我们在设计环节里面 我就说我们没有把真正的专家资源投到概念资源里面去 对吧 咱概念设计是真正需要专家资源的 详细设计应该是材料可以做 不过是这样子 我们既发挥了专家的那个作用 又发挥了材料的作用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合起来 这个流程就走得比较顺 那么第四个呢 这个是不清楚不重视组织结构的这种缺陷 并且采取弥补出事 咱 我是差不多到2010年的时候 我发现组织结构对我们的研发的影响 就是我研发部门是怎么设置的结构 就会使得我有些流程能不能跑起来 我产品标准化程度都会受影响 都会受影响 那么这个我后面会展开来讲 就是说 但是呢 每一种组织结构都有它的缺陷 都有它的优点 没有两全其每个事情 你只能是怎么的 选择一种结构的时候 去尽量用其他方法去弥补它的档板 那么第五个呢 是项目管理剥弱 那么我们讲讲都是项目管理 是不是 哪一个都是项目 讲讲都是项目管理 而且呢 在体系里面 项目管理的分量越来越重 包括新版的1099 包括新版的ISO 对项目管理都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 对吧 我们以前那个三方审核开不合格项 很少对项目管理开 将来会有大量的不合格项 针对项目管理开出来 因为我们的项目管理已经成为 全世界的一个潮流 可以这么说 那么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无论是人才还是制度 都是不足 可以这么说 我们很多做项目管理的人 没有受过项目管理专业训练 对吧 我们都是自学成才 然后呢 就是干项目去了 对吧 有很多事情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折了很多弯路 回到看看书发现 好像早就说了 应该这么做 对吧 那这个时候 理人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第六个方面呢 是研发跟营业设计没有分离 我讲了 研发是面向未来的 营业设计是面向现在的 凡是你为电单做的开发 理论上都不能叫研发 都只是一个营业设计 都只是一个营业设计 那么只有研发才是企业的未来 营业设计只是企业的现账 也许能帮助你现在都拿单子 将来靠什么拿单子 要靠研发去做 所以呢 但是我们很多企业里面呢 研发跟营业设计是一个部门 对不对 这叫技术中心 或者是研发部 或者是开发部 是 那么当你研发跟营业设计是一个部门的 到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什么呢 没有研发 只有研发 为什么 那个地方有时间要求 对吧 你没有办法 所有人都不上去来不及做 那么研发就停掉 营业设计就继续进行 所以最后的结果 大量的企业没有研发 这也是很多企业集团 为什么要去设研究院 只有把这个东西分离开来了 才会有真正的研发 对吧 我营业设计再满 我也调动不了研发的人 那你这个研发 可以保证 否则是根本没办法保证 当然在我们电信里面 电信集团内部 研发跟营业设计分离做的最好的 有一家客户 三连电梯 你们有机会可以去了解了解 上海三连电梯 我是 九一年跟他们接触合作的 很早 九一年我们很多人穿开单扩来 对吧 九一年的时候 我跟他们合作的时候 他们那个时候 研发跟营业设计就完全分离了 他们的研发大概是400人左右 然后呢 营业设计呢 一共大概只有15个人 就是所有的 大家去看到电梯买台都不一样的 每一台电梯 每一个楼里面两台电梯可能不一样 一台运货的一台运能的 下地下室的不下地下室的 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我产品的组成结果都有差别嘛 在里面 那么他们呢 就是那个400人作为研发的人呢 是不关心现在的单子 上下降的 还有一个是鞋箱的扶梯的 还有一个是人性通道的 平的 这种 那么他基本上讲说 我人性通道出来了 我就是 属于一个平台 不管你是多长 载充量是多少 速度出来了 这是一个平台 这是一个平台 长短可以裁减 是不是 速度可以调整 它全部是一个平台出来了 那么特别之后呢 那15个人就是做订单的实验性开放 15个人有多少量呢 平均每天200台电梯 每台都不一样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一台画一张头的话 这15个人是肯定画不出来的 是不是 这15个人肯定画不出来 怎么画得出来呢 是吧 只要一台画一张头 一定是不可能 不可能完成的 那么也就是说 他们几乎从来就不需要画头 就是根据客户的序列参数 直接做配置就完成了 所以我们认为平台开发的最高境界 就是使得订单用的时候不画一张头 这就是你研发的目标 就是我推出了一个平台 不是说我就是这个样子的 啥也不能动了 那不叫平台 是不是 你是一个可以调整的 可以适应一个区间需求的小平台 适应一个点的需求的 就是一个产品 一个电单 对吧 这就是 那么他们的商联的 营业设计是属于销售部门 不属于技术 它是销售部门里面有一个营业设计 在那边 这是最接近市场 让电单设计最接近市场 是不是 所以它整个结构的摆设是比较 比较合理 两个的分离也很清楚 那么 第七个呢是缺乏知识积累跟共享机制 这一块呢是通变 几乎没有一家企业能够真正把知识管理做好 可以这么说 几乎没有一家 我们到现在为止我都看到了几少几少 但是呢 这一块呢恰恰是我们跟很多优秀企业的很大的差距 就是我们一些经验主的人如果退休了 他的经验也退休了 是不是 你看到同样的问题也不知道怎么办 在里面 有一些呢可能通过工装啊 家具啊这样子一些东西经验下来了 但是更多的是没有经验 是吧 那么 在知识节奏上面呢 我也举个例子 就在我们股东 那个松下微波炉 松下微波炉里面呢 他也是上我们批判的 他们做完之后我就看了一点 首先让我很惊讶的是 知识库太丰富了 他几乎对每一样东西都有值 我就举个例子 这就是那个微波炉里面的那个保险师的选择 他一根保险师的选择有一个80多页的PPT 是描述你如何正确的选择 你只要按照那个PPT 从那刀尾做下来 一定不会出 一定不会出 那你想想看 他就是拆鸟进来也不会出 是不是 也不会出啊 那我们往往往是怎么的就是 如果他是个拆鸟做这个东西就不行 那么作为企业来讲 就是我们怎么样子使得每一个人最后能够做出一致的产品来 不管他水平多高水平多低 对吧 最后呢 我的做出来的质量是一致的 这就是工业 那么第九个呢是缺乏有效的培养机制 研发人员的职业化素质不足 这个是我们工厂企业要补学校的可能 然后我们大学教育呢 在职业教育上面 我们叫什么 是职业素质的培养三年是不足 对吧 然后呢整个社会也比较浮躁 就导致什么呢 导致我们整体来讲我们叫心态不闻 对吧 搞工业的心态不闻是搞不出 好东西来的 那企业要去补这个课 我们怎么样子用我们的文化 用我们的制度去影响 对吧 那是企业要去补课的事情 第九个呢是缺乏好的一个考评手段 考评永远是个指挥棒 我们叫什么呢 这个指挥棒怎么走的时候 影响你个人收入了 那么大家一定是往这个方向走 是不是 但是呢 功能好考评 即时制即进制 我们这个研发的一样 考评 难考评了 是不是 今天 今天心情好干得很快 昨天晚上跟老婆吵了一架 今天心情不好 啥也干不出来 也没招 不就变成了一个很难考评的东西 很难考评的也不得不考评 我相信你们也肯定有什么KPI 什么之类的 对吧 但是KPI的结果 会导致什么呢 大家偏偏追见很多的KPI 最终的效果并不一定 并不一样 并不一样 那么 所以这九个问题 我相信大家如果是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工作过程中 应该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 都会存在一些 那么有问题呢 也不要紧 我们要 只要有正确的对待问题的态度 那么我们都能够想办法去解决它 但是呢我想有一点呢是大家需要明白的 就是 周围 我们一个企业来讲 我说呢 任何一个行当的我们做企业 一定要最起码要做到这个行当里面的全国前三甲 第四年以后是没有活路了 这下面来讲 对吧 你要做到前三甲 第四年以后未来是没有出路 对吧 那么 你要做到前三甲 那么记住这句话 叫 新知新觉 是引导者 后知后觉 是罪随者 不知不觉 是消费者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我 我们到企业里面跟很多那个研发人一样交流的时候 我比方说 假设我们这里也没有公益 我们公益给设计提出来 说你这个孔能不能这样子改一下 改一下之后呢 我后面就很好做 加工效率也会高 然后设计就不同意 他说 不行 这是客户认可过的 要改你照客户就改 我是看到很多地方有这样子一个事情 然后再一个是什么呢 标准化很差做的 做的很差之后呢 事情能量又是一个理由 说这是客户要求 对吧 经常说客户要我怎么样 客户要我怎么样 我说 如果都是客户要你 还要你干嘛 是不是 如果都是客户要你怎么样子做 还要你干嘛 对吧 我们做任何一个行当 要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专业领域 有充分的自信 是我去说服客户 你这样子不行 我那样子更好 你能够证明出来 这说明你在这个领域里面 有了一席之地 这个呢 并不是说 很多客户并不是不能做的 我在那个 我自己那个工厂里面做的时候 我们跟风田就是的 他那个刹车 他刹车笨 他给了我们一个图子 我们跟他讲这个图子不行 就是你这个有问题 因为也不符合我们的标准 我是把孔巢面全部各种化 他也不符合 那这样做 我就是要全部要重新来工装 然后呢 我的生产节派会被打乱 对不对 好 那我就跟他学生 那学生呢 就说我们说我这样子 我呢 按你做的也给你做 反正做20套 按你的兔子做 按我的兔子做的也做20套 你那给我上去用 上去试 试一段时间 如果我的好 就按我的做 如果我比你好 就按我的做 最后我们确实不打 最后就是按照我们来做的 所以呢 做任何一个领域 我想 在我们这个领域 我们自己的企业 每一个人 都要想方设法 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对吧 你一定比你的客户更专业 如果你不比你的客户更专业 客户干嘛要买你东西呢 是不是 那他不应该买你东西 他自己去干就是了 对吧 所以这上面呢 我们要想把一个企业 真的做到前三角 那么我们必须要努力成为 新资新作者 对这个领域来讲 这个领域的技术敏感性 未来发展 我们是有充分认识 这样才能够成为 这个领域的一个领导者 那么还是一样 有问题不要解 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想方设法 去克服这样子一些问题 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那么这是我们提出的一个叫 卓越研发体系 这样的概念 那么咱研发呢 讲来讲去呢 全世界理论性的研发的书 有两个方向 大家可以去找的 一个是IPD 对吧 炒的很热 调了一开始 很多企业都要上IPD 叫集成产品开发 还有一个派系 是丰田体系出来的 叫精益产品研发 他就把精益生产的一套理论 搬到了我们研发里面来 然后呢 就像他研发里面的一个特色 叫精益产品开发 那么这两本 这两样东西 你可以上网站书店 也能买到相应的书 那么都是比较坚定的 那么我们讲的这个研发体系呢 是在这两个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我们中国企业的特点 那么我们自己把它长期 因为我们一直跟 跟那个企业的研发部门打得到 所以呢我们把它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改善 之后呢再拿出来讲 那么做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 首先是立目标 就像我们做个项目一样 我首先立目标 对吧 我要到哪里去 这个目标先定好 那么做这种研发体系也是一样的 目标先定好 那么目标呢我想就是两个 一个呢是我们叫 开发卓越的产品 比如说我一个体系也没有效 最后要体现到我的产品好不好 对吧 那我们就定什么叫好的产品 什么叫卓越的产品 好的产品就是要支持建议制造 就是要支持建议制造 然后呢在制造和服务中 获得最佳的质量生产率和成本 这句话呢看着很简单 大家可能有很多人听说过 那我想在座我们有设计能源的话 那我想讲这句话 就是企业里面的产品质量是设计出来的 效率是设计出来的 成本是设计出来的 就我们企业竞争的三大要素 都是设计出来的 设计在企业里面的重要性 无论如何提议都不为过 都不为过 对吧 那么你只要产品实际的好 后面就能够用最经济的成本 最高的效率 取得最合适的质量 一定是能够实现这样子的过程 第二个是你这个好的结果 要靠什么好的过程来保证 这是我们叫足有的开发产品 那么我们在产品开发里面都有一个衡量指标 叫一次开发成功率 对吧 一次开发成功率 那么一个好的过程 就是要保证我们的一次开发成功率 能够不断的提升 不断提升 那么能够去降低开发成本 这样低开发成本的最根本的一点 是我们企业的知识积累 让你都不断的被充实 那么如果你有这样子一些条件和能力 那么必然能够帮助我们出一个好的结果 这是对那个这样一个体系的目标 我叫两个目标 一个是要做些好的结果 开发出好的产品 第二是做些好的过程 也很简单 容易理解 那么我们把整个体系呢 要记也很容易记 我就要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 作为一个研发来讲 我要建立一套研发的体系 你如何去行动 就是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就是你的研发理念 我们要想方设法 用一句话 要表述 以后你们研发部的墙上贴那么一句话 一句口号 这是我们海力行人员怎么做研发的 这句话要想方设法把它想出来 使得每一个人去证实 这是研发理念 围绕这样子一个研发理念呢 我们有三大系统 研发里面就这三大系统 一个是技术系统 一个是流程系统 一个是人员系统 也就是说我们研发里面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都是通过这三大系统去发现的 比如说我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你首先定位到 这是技术系统问题 还是流程系统问题 还是能源系统问题 然后再去找解决方案 这就是一个方向结构 很简单 那么研发里面的重要性 用摄像图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每一个企业或者每一个人 我们个人也是一样的 我自己立一个目标 我们很多人小时候的时候 我要成为科学家 我要成为什么家 这就是当时立的目标 如果你这个目标是不变的 那么你达到这个目标 所花的时间就会短 红线拉长就会短 如果这个目标变来变去的 那么你达到同样成就的 时间就会长 是不是 我们的行动总是围绕你当时的目标去做的 一定是这样子 这个不会改变 对吧 那么什么叫你的成就 就是你出生的时候那一刹那 跟你现在的一个绝对的距离 就是你的成就 对吧 就是你的成就 所以呢 研发理念不能老变来变去 对吧 它是跟我们企业的战略方向完全吻合 不能动来变去 企业战略老是变来变去的 这个企业也是做不好的 那么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 研发理念 那么我们国内企业的普遍的差距 我们叫有几个在理念上面 第一个呢是企业的死面不明晰 就我们很多时候呢 我经常看到我们企业都有愿解死面 对不对 那么很多时候就是我要成为世界什么什么什么 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呢 这个是愿解 不是死面 死面是要解决 我们这个企业为什么要到这个社会上来 一个人 那个死面是什么 对吧 我们说人呢 生出来的那一天开始 就是你死完了倒计死 对不对 你不会活一天长一天的 一定是活一天短一天的 什么东西都生不得来死不得走 那你干嘛还要这么努力呢 想过没有 这就是死面 对吧 这就是死面 就是我们 有这样说 我们要为子生后代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 这也是死面啊 对不对 那么 像佛教也好 基督教也好 他就给了你一个明确的死面定 说人到这个世界上呢 佛教说你最终要成佛的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你是为了修行成佛的 这是你的事情 基督教呢说你是原罪 你是情生有罪 生而为人 所以这辈子就要赎罪 对吧 所以你的使命就是干这个 对吧 那么我们一个企业 一定有高于什么 高于盈利的那种使命 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个企业会存在 那么这个东西要跟我们的研发领域结合起来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研发领域 第二个是战略摇摆 战略摇摆呢在很多企业里面呢 比较明显的是什么呢 换一人领导的时候 那最容易战略摇摆 是不是 一人领导 一人想法 一人做法 然后就变了变去了 对吧 那再一个是自信不坚定 就是我们的自信力强不强 很多客户都问我 他说一种 你3PM要什么条件呢 我说条件很简单啊 你输到就能做到 对不对 你做不到的你不输 这个是自信力 对吧 我们做那个体系也是一样的 叫写所做做所写 对吧 也就是说 如果每一个人 你的承诺能够做到 就是自信力 好 那么下面呢 我就分享一个 我们的2005年 给那个中级集团做的一个咨询 2005年的5月份嘛 我们给那个中级集团 大概做了8年的时间 就是做他的研发战略的一个咨询 战略是不是做那个产品战略啊 做的是研发体系的这种战略啊 那么最后呢 就是给了这三句话 三句话 最终不想来的 叫技术研究前沿化 产品研发平等化 研业设计敏捷化 用了这三句话来作为 他整个中级集团的 整体的有关里面 那我们呢 有明显的划分 那么中级集团 大家都知道说 一年销售额大概800多个亿 然后呢 产品的 那个方向也比较多 他是从做集装箱起家的 有集装箱 有海工 有车辆 有能化 最主要是这四大板块的 那么他就去解决什么呢 工厂干什么 集团干什么 那么他就算像海沟水平板块 板块干什么 他是三层的 大集团里面套小集团 对吧 这样三层的 三层呢 他总共加起来 大概有接近五万名 技术能源 把全部加起来 这五万名技术能源 你想想看 这是一个很大的财富吧 是不是 如果你能够 其他能够把它整合出来 都能够把它加起来的话 那这个其他能力量就非常强 这个时候呢 这种研发的整合 就显得有点重要 所以年五年的时候 他开始做这个 做这个咨询 就是我首先要确定一种 用个什么方式 就是我们要怎么 分工协作分工协作 没有分工协作 没有分工协作 是不是 那么我们把分工理出来 我们分工的最后结果是怎么呢 这个营业设计 是工厂制作的 他比方说 做洗装箱 还有十几个工厂 借单做 那么 所有的营业设计 全部是工厂做的事情 然后呢 产品研发是平台 是他们的板块做的 就是说 集装箱板块的 有个 设计一个研究院 专门做产品研发 他推出 新的集装箱平台 就是 我们这个叫研发水 那么 技术研究水中呢 技术研究是中级系统大集团做 大集团在做一个 技术研究的研究院 那么 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对于技术研究来讲 我做的每一样的东西 都必须是国际联系 只要做一个技术 我就是国际联系 它是不出产品的 大家不要认为 研究院一定要出产品 这一方是不出产品的 它做的都是单元技术 我在某个点上面 然后这一块呢 是真正出产品的 因为产品方向完全不一样 在里面 那这边呢 是做真正的 共性技术的研究 那共性技术包含了 我们产品的技术 包含了制造技术 这两种都会有 那么 在这样子一个框架 割下来之后 那么 成立了中级集团的 中央研究院 这个研究院里面 列的第一个项 就是他们 一个单元技术 就是什么呢 就是目的板 主张箱的目的板 大家可以把主张箱看的话呢 它下面是一个目的板的 然后呢 其他就是那个铁板焊起来的 对吧 那个目的板呢 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就是原来在集团商的 国际标准里面 都是要用那个硬木 就是特别好的木头 做的地板 反正比我们家里的地方要好 就是要求强度要更高 在里面 它那个货物弱力 就是会那个甩 那么 那么 它单字列的第一个项 就是用树成棉 来做目的板 就是树成棉 就是树成棉 来做目的板 它们原来中级集团是怎么的 是叫斯利兰坎 买了大片的桑林 然后呢 去把那个木头 砍下来 用过来 那么现在随着 全球这个绿色保护 越来越严格 现在很多木头 就不允许进出口了 对不对 所以它就拿不到这样子的木头 它就去做那个树成棉 来做这个目的板 这个东西呢 06年立的项 最后08年把它做出来了 就是可以用树成棉 来做出符合要求的目的板 然后08年它们就促成了全球集团箱的目的板 国际标准的树成棉 所以后面是什么呢 是全部要用树成棉 不允许用那个硬木 因为硬木对那个环境破坏比较厉害 那么这一来之后呢 使得它的所有竞争对手要向他买木的板 因为所有的装力都在那里 别的没有 那这样的话就是使得他 他说卖木的板装的钱 可能比卖个箱子弄的钱还对 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嘛 对吧 然后标准也给你改造了 所以技术研究的一个突破 往往会带来 对我们整个行业带来巨大的影响 就是技术研究要投得准 那是这个企业 我们叫什么 选点选课题选的厉害 对吧 但是呢 你也不可能变样的选中和注重 对吧 它是投入最近很长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呢经常跟很多企业领导讲 我说你 呃 我们呢 不做研发是不行的 做研发呢 又怕 头一个 没出来一个 头一个项目没出来一个 对不对 就是很多企业领导的 担心的地方 那我那次给他们说 领导成呢 对研发要有正确的认识 有三句话 啊 三句话是什么呢 我们叫 舍得投入 冷得失败 啊 耐得时间 啊 就是这个钱 你不投入不行 三大教育 呃 可以怎么说啊 啊 我们是从研发有拿到成果的 这恰恰就是2000年分里的那个项目 就是我们像是PM 啊 呃 呃 我们原计划三年做出来的 结果呢 两千年投进去 2001年 2002年 3年过去 2002年年底的时候 我说我连一个毛都没看到 啊 啥也没看到 一个界面都没有 对吧 那这个时候 考验就来了嘛 你后面怎么办 对吧 最后我们是董事会投入了一个决议 叫什么 经费不限 时间不限 做出来为止 啊 是这样子把它做出来的 所以我们自己 深有感触 我说年老人 对爷妈的态度 必须是 舍得投入 冷得失败 耐得时间 啊 那么我们现在 研发里面 列十个项目 能够成功的 大概也就是三个人 啊 不会百分百发百中 没那么厉害 啊 就是 百分之三十九 你叫列十个项目 大概有三个成功的 什么叫成功 第一 第一 出新产品 成为新产品 对外卖了 第二种呢 是成为老产品的扩展 或者是改善 对不对 这都是属于他成功的 啊 大约是百分之三十 左右 啊 那么 我是跟我们研发总经讲的 我说 你要降低我们公司的研发成本的 最佳方法是什么 是 让那些必然会死的项目 早点死掉 是不是 不要拖到后面 实物的做了项目 我就得开了才死 是不是 那你成本就很高了嘛 对吧 我们要想办法 有些项目实在可 原先阶段就死掉了 大量的项目应该是概念设计的死掉了 绝不能到后面去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也是 我们要把专家资源集中到前端的一个要求 是不是 你不能够一路做到后面说 最后 实物也做出来了 证明不行 资料都走不通 这个钱太多了 是不是 所以研发里面 更重要 更加要重视前面我们叫概念设计 绘画这把电器在里面 这是研发理念 那么有了这样这个研发里面之后呢 我们就要讲技术系统 技术系统 我们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要标准化 模块化 单元化 所以我们产品技术的唯一最强 就是模块化和标准化 可以这么说 就是因为什么呢 你只有模块化和标准化 你才能够使得 我们研发里面 用最少量的图纸 就是出最多的产品 是不是 每一张图纸都是风险 我可以这么说 每张图纸对企业都是风险 对吧 然后呢 模块化标准化是 知识积累的最佳什么 可以这么说 你的所有经验和知识 都会提升到你的模块里面去 这个模块都能被重用 这是企业做产品的最高竞争 最高竞争 最高竞争 那么我们为什么很多产品技术不能被继承 因为你太多了 对吧 动不动 一大堆图纸 一大堆图纸 那后面能怎么继承 没法继承 没法继承 那么我们做产品规划的时候 做模块分割的时候 就应该有这样的使用 那么最佳的一个模型大概是这样子的 我们呢有一个一个的产品平台 每一个产品平台有很多基本组件组成 你叫模块或者组件组成 然后呢 每一个细分上的产品是不同的组件组合在一起 只是组合方式不一样 我满足了不同的组分上的要求 这个是我们做产品技术的终极目标 终极目标 也许我现在达不到 但是应该向这个方向去做 努力 大型 那么针对这种事情 我来跟大家讲一个案例 这个是联工沃尔沃的 那么这个项目呢 是我自己去做的 2002年我去做的 那我们花了差不多三年半的时间 把它从安丹设计改到模块配置 那叫原来是安丹设计安丹制造 那么后面是什么呢 是叫安丹配置安丹制造 那么从安丹设计安丹制造到安丹配置安丹制造呢 教货周期首先明显出的 那么原来的教货周期大概是在60天到90天左右 那么三年半之后改完的教货周期多少天呢 7.5天 7.5天 从60天以上直到7.5天 这个是原来想的不敢想的 我们刚进去做的时候呢 它是延长2000台 2000台 然后呢 2000台是1600个产品号 那想想看就相当于1600套图纸 生产2000台的产品 是不是 那么每套图纸大概是一点几台 几乎是哪一台是几台 对吧 那么哪一台生产品材货周期肯定要的 符字要画出来 最后去采购 再装在这个里面 对吧 那么我们做了三年半怎么做的呢 第一年呢 我们刚才做了国标键的标准 我们正常情况下 用国家标准键 在国标键标准里面去选 随便选吧 我们现在实际人员是什么选的 对不对 翻到就可以用 在里面 那我们想是从资半路手 为什么资半路手呢 这个东西最容易做 我们很多时候 你像那个 那个 一个罗酸 罗姆 不同的实际人员 他说我呢 是用那个 他说是M20 乘18的 他那用了一个M22 乘20的 还有一个人用了另外一个的 这种规格特别极致 但是又不一样 又不一样 不一样我们都知道 这个物料号就不一样 对不对 那么这东西带来一项什么呢 第一 装胚线上 如果是混线装的时候 我们一搞错 这个在汽车里面 他们整车里面特别明显 就是这么多 很多长一点的罗酸 很快就装完了 原来设计那个 短的罗酸的地方 他就藏了上床进去了 藏了进去了 结果呢 真的只能用藏了上床 那时候呢 罗酸没了 导致停性啊 什么 那我们跟他做了什么 就是把 他也是线上PDM的 PDM把原来图置进去之后 把所有的股标件 他们理出来 打成表格 贴在他们设计部门的墙上 那我是跟他们讲 我说呢 你每消灭一种规格 每消灭一种规格 奖励200块钱 就是设计人员 每消灭减少一种规格 说这种规格是不需要的 可以用另外一种规格 以而规格代替 就是200块钱 那么当然是整算多少呢 大概是4700多种规格 4700多种 那么经过了一年的整整 整完之后剩多少种呢 600多种 减少了4100多种 不要小看这个国标件 减少了4100多种 那么减少了4100多种之后呢 我们做了一个叫 零工国标件选用手册 作为企业标准 这个600多就发进去 然后呢 新的国标件设计能量 不如去产生了 你无想产生了 你一定要用到一个新的国标件 对不起 要走一个很复杂的流程 总共要批 采购要批 财户要批 你才能够把这个国标件 给生下来 否则你加不进去 然后呢 系统里面做了个限制 你只要是库里面 因为没有国标件 我就这个图子不跟你交 交不进去 卡死 就用了这两条卡住 卡住之后呢 对后续的影响 对采购 生产 和仓储 他们觉得好 总会减少了嘛 他们觉得好 而且呢 量可以合并 量和并呢 我价格就可以谈 对不对 这个一系列的好处 那么 当年呢 2002年底呢 他们后续部门第一次 给他们设计部门写了表扬 他们表扬怎么表扬呢 在会议上 是 他们那个 那则总工叫姓 姓 叫姓开院 这种 你们终于干了件能事 这是第一次受到表扬 然后第二年呢 我们做什么呢 做抑押镜的标准 抑押镜没有怎么办 抑押镜是 大家看到这个 工程机械里面有很多的抑押重用门 对吧 抑押有很多的橡胶管 管戒头 有抑押镜 对吧 原来这个也是五花八门的 这块东西主要是什么呢 他们售后里面特别麻烦 他们售后了 因为工程机械的工况比较差 经常那些橡胶管 勾断啊 或者漏油啊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他们以前文学者 一个电话过来 说的是什么机型 然后呢 被司机跟过去 因为你想想看一套图子只有一点几盘 被司机跟过去 有的时候司机跟一根也转不上 要现场两尺寸 打电话 叫厂里面 然后空院 就是文学成本也很高 那么这个整顿之后呢 留下来大概只有有没有十分之一的规矩 就十分之九被干掉了 也是一样的 这两个雅年甜头 谈得比较好 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才真正做魔法画 所以我们要向魔法画方向走 也并不是一处啊 就是啊 就是他真正得到魔法画 好 那么魔法画的时候呢 我们把他技术里让他九十个人呢 一分为二 四十五个人留在厂里面 我们把四十五个人拉到井南去了 没有留在厂里面 那么这个拉过去之后呢 我是跟他们的东洋会上 我说呢 从今天开始 大家脑袋里面不要有产品的概念 没有产品的 只有平台和模块 产品是什么 产品是一个模块的组合 所以大家设计人员手里面 脑袋里面不允许有产品的概念 只有平台和模块的概念 那么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就是把产品分为 技术模块 可选招模块 可选招模块 可递换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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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所有模块之间的接口 全部标准化 就出来了 这个整整做了一年半的时间 一个月休息两天 关在一个楼里面 吃喝喝喝茶墙里面 因为他连移到井南开车 大概要两个多小时吧 就是一个月发疑是疯我们 回去回家两天 然后其他人关在那里面做 做到他们的试装全部出来 这个完了之后呢 把他们厂里面的 PDN里面的所有组织 全部扔掉 开始按这个来做 按这个来做 按这个来做的时候呢 大家看到现在 所有的模块的卖访 模块做不一样了 我所有的模块都可以预先制造的 不再需要来一单做一单 所以为什么是7.5天 是因为它总装 只有总装先是按键当中 所有的模块全部是按照预测 在做 这个预测是跟销售预测发起过来的 所以呢 销售要为销售预测买单 为什么呢 我的生产计划是按你销售预测买单 我的模块已经给你做好了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为销售要为它的销售计划买单 你不能随便做个销售计划 然后最后怎么样跟你 直接不吻合 对不对 我们做任何一样都是一样的 你的计划跟你的执行 要吻合才是最好的一个 所以呢 这样就改进了它整个的运行 运营 然后呢销售对外卖也是一样的 就不担允许说 你说这个也行那个也行 但像这个尺 那这个尺呢 我们一共就做了 五尺七尺和九尺 就没了 那么 用户说我要八尺 对不对 我要八尺呢 那我们这个 我说你可以给它九尺 但是卖的比人家八尺还低 是不是 因为所有的客户 其他东西比它预想的要好 价格比原来还便宜 是不是 如果这样的话呢 它整个要下来 因为它的量上去 还有什么 它可以消风评估 它一年里面生产是均衡的 对吧 我们搞生产的都知道 一年到头没有 当季万季生产均衡 质量最容易控制 就怕你一会儿瞒得要死 一会儿闲得要死 对吧 这个质量是好人不了的 那最好就彻底改造整个企业的运动 运行模式 所以我们 他们那个企业来说 没有当时这样的一个改造 他们是不可能到今天 他们现在的一年消息中 大概是五万台左右 那是两千台 五万台 现在一年整体的企业 像这个在五百多亿 那么在零八年的时候 工程机械特别差的时候 他们特别好 为什么 它比人家又便宜又好 就是价格比人家便宜 它产量大嘛 对吧 那么这种模块化的思想 它后来不仅仅用到这个产品上面 他们后来后面拓展的产品 全部使用了模块化的思想 那么他们后来就是原来做我们这个PM的项目经理的 那个是他们标准化史的那个主任 叫李延干 现在是联工重工的总经理 那么他去做重工的时候 也依然把这个平台化的思想带出去了 那么他做什么呢 他是做那个矿山里面运矿的那个大卡车 我们一般卡车就是几十吨 对不对 他那个是要用200吨以上 200吨到400吨 所以那个卡车路上是不能形式的 对不对 那个车一辆车大概是2000万到3000万一辆 一辆车 我们刚好那个香电重工也是做这个车 香电重工就比较早 这是国有企业香电重工 他应该是13年才开始去做 进入这个行单 他在15年就把香电重工干的一年就不到一个单 一单都没有 为什么呢 他的运作模式是模块化的 他是什么呢 销售组成的 销售说 我的现在产能 说一年做150大车 产能捡好了 然后呢 你销售组成的 所以说我卖120辆出去 对不对 我是150辆的产量嘛 对不对 他说我卖120辆出去 OK 他所有的运行模式全部按照120辆来做的 最重要的是 例子就是发动机 一个发动机大概要在1000多万 就是关那个彩虞机的吧 1000多万 那么他呢 是一去跟那个看面色谈 一谈就是我卖 买120辆 那么香电重工呢 一台一台买了 我就那个订单 1000多万一台了 对不对 我去跟他谈 好了 一台发动机的采购价 就可能比那个香电重工便宜300万 一台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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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便宜300万 对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一个3000万的单子 他比香电要便宜15%到20% 然后呢 叫货金呢 商电的是9个月 他15天 我15天就叫货 那个9个月 一个9个月 比他又贵15% 20% 你想想看这个市场怎么办 根本就没办法 所以在我们这种产品的平台化模块化 它是可以改变一个企业的命运模式 不仅仅是说 我们叫 简单的我们产品研发自己改进的问题 这个体现了什么 你想想看 你的质量是设计出来的 你的效率是设计出来的 对吧 关键是我们这帮人 在这里各位 是不是 往这个方向去 走着去做努力的 对吧 那么 也有的 同事会跟我说 他说 那人家是 像这么复杂的 像整车啊 那个 那个 就是 整机也可以啊 我们做零部件的 对不对 客户给我掐死的 这个地方 外形啊什么都掐死的 对不对 我动不了啊 我不可以自己设计的 是不是 做什么呢 那我刚好 我就是把我那边那个厂的 情况也讲一下 我们 我那边那个厂呢 是做 汽车里面的自动器的 刹车 刹车里面的布 那个 是一压件 我们中国做一压件 做的好的也不多 可以这么说啊 要么漏油 要么就不灵 对吧 好 那么 我们当时做 净翼做到一定程度 就做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我们存在一个 零件7P的问题 对吧 就是说 你做任何一种产品 都有一个经济批量 按照净翼制造 我们叫one piece说 就是前后两件可以不一样 单筋扭嘛 是不是 我只有整个做到单筋扭 才说明我记忆足够好 是不是 但是呢 如果你不做到量这个东西 你看 我换一个批词 我要换工装 换刀具 然后重新对刀 重新来做 这个效率就很低嘛 对不对 是吧 那么 我们做了三年的经济制造 做到第二件的时候 从来直播下去了 就是觉得现场改三一件 无法改了 最后我们到设计里面去改 就是开始 叫我们叫设计为了制造 对吧 在设计里面推行标准化 我们的外形是 无法标准化的 外形是客户给了我的 就这个空间 我这个外形死的 对吧 零件地方已经死了 但是我内部也我说了算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 有关机家里面的面孔槽 我生产加工主要是面孔槽嘛 全部做了各种 在我这个企业里面 只允许有这么多种孔 这么多种面 这么多种槽出现 其他不出现 这算是死的 我管理这个 我那个有个钢铁嘛 钢铁是那个租铁或租铁的嘛 管理的钢铁形状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我要加工的特征 什么标准化 那么标准化的结果就是什么的 使得我切P的时候 不需要切工装 不需要切工装 我不需要切工装 切什么呢 切输空程序就可以了 对吧 我几件事切输空程序 那是很简单的事情 这里 就是通过设计的标准化 就是通过设计的标准化 使得我们整个厂线的节拍 能够完整的被保存 然后从此以后呢 我们改图纸了 在我们那边的工厂图纸上面 你是看不到任何加工部位的尺寸 就是我们加工部位的尺寸 比如说一个孔 我不会写fi多少什么样子的 我一个孔里面标准出来的是 是企业标准多少多少号 所以图纸的保密也解决 人家拿到这个图纸是没法用的 我问你没有我那个标准 是不是 我那个具体的支撑在标准上面 对吧 然后呢 我爸因为我设计里面做到的 每一个加工程序标准化 我的工艺就标准化 是不是 我的工艺是标准的 我认为一个年轻人只是个组合 所以工艺也很快做起来 那么当你这个工艺做得很快的时候 工艺能源就有精力出来干什么 真正做工艺感受 对吧 我们那个 你能作为工艺卡 那不是你的真正的本质工作 它只是我年轻人 我应该把标准工艺组合一下 工艺能源能够把大量的精力 真正投入到工艺研发上面去 对吧 我改建我的设备 改建我的工装 使得我用更好的 要提高我的良品率 提高我的加工速度 对吧 这才是工艺的真正的本质工作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些标准化 你就不可能把这个东西提上去 这是 不管我们的产品 多简单 多复杂 都存在标准化的可能性 不要说 我那个东西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那个简单 我们动不了 一定是可以动的 只是怎么样是出动的问题 那么对于 要保证我们的产品技术 不断的向更加标准的方向走 那么我们有一个叫 叫建立一种什么呢 我们叫标准化的管理制度 就是说 我们要想方设法 建立一种机制 使得我们的设计人员 不得不往更加标准方向去走 这个机制本身 我们有个叫成熟度的模型 就是说我现在在哪里 我将来在哪里去 最高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想就是说 我们现在向我们现能源为例 我估计我们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标准化 应该是在自发式标准化 运动式标准化 这个中间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说 如果我们技术能源 我自己比较自觉的人 我会尽可能 更多的用标准的 更标准的方法去做 这个是政治的标二级 知道标准化的 我画中央性 依赖于技术能量自觉 第二个是什么呢 运动式的领导 今天我们要重新整整一次 整整一次 整整完了又委屈 过一段时间又整整了一次 运动式标准化 并不是说运动式标准化不好 有必没有要好 有必没有要好 一定是 整整一下也是有好处的 那么 我们如果在这两个东西呢 我们要把 得到四三里去 就是说 不要说这个运动化了化了 我们去整整一次 而是说 我们技术部门 到一定周期 一定会去整整一次 对吧 他说我是年度的 或者是半年度的 是有这样子一个活动的 你必须要做的 这是我把它制度化的 这是我们师傅叫 固定周期的标准化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建立 产品的标准化的评价指标 在他们整策里面是有的 叫标准化率 标准化点数 这样子一些指标的 这些指标呢 要拿出来 这个指标要作为 我们研发考核的 一个重要的依据 那才能 也能让我们上去吧 我说 考核只会放往哪边走 大家会往哪边走 是不是 那你这个人去 要建立进去 在这个地方 是吧 然后呢 为什么要定期 就是我们要 一个机制 就是跟我们生产 现产一样的 要定期的 清洁清理做威势 对不对 整理整斗 你才能够这个机制 才能有效吗 所以你需要奠基地去做 改善 总结 对吧 每一样东西都需要维修保养 机制也是一样的 那么 最高水平当然就是什么呢 我们叫设计就是各种化 所以我在每一个环节里面 都体现了各种化 是吧 我的设计就是各种化 这样是最高水平 最高水平 遥不可及 对吧 但是我们可以 进去到这个方式 这个周期 这个是我们 较快可以去 落实的东西 对吧 那么 有了这样的制度 我们才能保证 我们的产品技术 向更标准方向走 那么产品技术的标准化程度 我们也把它分到五级 对吧 分到五级 我估计呢 我们现在也是在一级和二级中间 对 一级就是什么呢 我们叫自发状态 就是产品数据是散落在个人电脑中 或者是简单的应用的文件服务 进行共享和提交 电子数据呢 不受控 现场用纸张 纸张数据在管理 对吧 给供应商也是纸张投资 给现场也是纸张投资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叫自发状态 那么这种情况下 怎样呢 就是说每一个人打开电脑 看到这张图子 你让他说 你刚保证这张图子 应该是对的吗 除了保证不了 是不是 他跟我说 现场那张是对的 是不是 啊 拿出来 现场那纸张是对的 因为纸张是按那个做的吗 是不是 那就是什么呢 他说两张品 对吧 一张是电子文件 一张是纸张文件 对吧 但是呢 我们的技术能源呢 又是在电子文件上面 在做工作 现场呢 是用纸张文件在做的 这两个差异呢 就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出现 重复的设计错误 就是因为 我们的电子文件的拷贝太容易了 对不对 你复制我一份 我改过了 或者你还在改 你也没通知我 我用的是你复制过来 以前复制过来的一份 对不对 所以它就会产生大量的 我们叫做什么的 设计错误和重复犯 我就说 这个东西是很自然的一个东西 必然会产生的 因为我们定制文件的 复制粘贴太盘 那么 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呢 先不谈什么模块化 先把所谓的数据 一张图只有一个文件 全公司用的就是那个文件 这件事情搞成了 所以做PDM 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 我们叫做什么 一张图只有一个电子文件 只有一个底图 对不对 我们原来为什么要底图是蓝图 不也是只有一个原始的吗 蓝图是用底图晒出来的吗 一样的吗 那我们需要在电子文件上面 也同样的实现 只有一个原生 其他的是替身 是影子 对不对 蓝图就是那个底图的影子 对不对 那我们其他东西要从而影子 那么 这个一做下的电子文件 它重复设计错误 就会到握紫 它就会降下来 这样来讲 所以不要小看 只是把文件管起来了 它的重复设计错误 就一定能够走 只要你坚持住了 这一点 所以这个人呢 要保证电子文件 纸张文件严格一致 我们叫什么呢 是以后的纸张文件是 先落空和打印 不允许先打印出去 电子文件没落空 这个不允许 这样的话我叫什么呢 纸张跟电子有往前一致 是吧 只要做到这一点 那么我们的重复资料 设计的质量错误 就大幅度的增加了 然后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 我们就开始做基础零件的标准化 就是我们要多少家底要先收起来 对不对 家底知道了 我们才能整根标准化 是吧 那么开始做什么呢 基础零件标准化 所以我们要把 那么基础零件标准化的人 首先对标准件外购进行标准化 为什么 标准件是为了减少总内 减少总内还有什么呢 你可以避免装配错误 我说标准件什么会留下来呢 是肉眼可以明显区分的规格 可以留下来 如果你肉眼不能明显区分的两种规格 是绝不允许同时在我所有上面的资料 那防止home2啊 对吧 不是那么简单说M20也可以 M21也可以 我认为就要么M20 要么M25去了 对不对 我明显可以去 不会存在肉眼 看不清楚的一个东西 完全要靠物料号 那个是不行的 所以一个管理好不好 我说呢 你不要指望IT系统做到越来越细 帮你控制的事情 是你首先把我们的管理 到了简单化的程度 对吧 我能控制的很容易 这个时候大家做IT RT系统很好做 做下来效果也很好 对吧 你老是想把人类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通过IT系统的解决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解决不了 所以我们好像是一样的 我们说要回到 我们要成为书法家 对吧 好 那么 还有一个是外勾件 为什么要对外勾件率先做料整化 因为 外勾件你更不容易控制 是不是 你在供应商你更不容易控制 你只有减少种类 对不对 然后呢 把量提高 然后对它可以提高的要求 它半天才给你做意见的 爱理不理的 你怎么提要些回应 是不是 你要想方设法 把外勾件的标准化 总能减少 对吧 然后呢量上去 使得它 你给它有吸引力 然后呢 不让它去提高的能力 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需要 好 那么 这个人呢 要确定其他的标准选用规范 这个规范要出来 就是我以后的标准人规范 是什么样子的 规范里面每加一条 就像我们立法一样的 这企业标准呢 你要加一条 对不起 这标准更改 也要一点一点去做 那么 如果有了这个技术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做什么呢 技术 技术标准化 我们叫什么 叫促进模块化 什么叫促进模块化呢 我们产品里面 如果你认证去分析 不同种类 或者实验不同客户的时候 我们会出现 某些地方经常更改 某些地方不大用病 那我们所谓的技术技术标准化 是那些不大会变的部分 率先标准化 就是我面向不同的客户 不大会变的部分 率先标准化 对吧 那么这部分定下来 定下来就是什么呢 我要变的部分 已经很明确了 这部分我就是按当设计的 那部分我就是不变的 就是系列选择 就可以完成 那么你最高进阶就是什么呢 完全不化化开会 就是说那些经常变的部分 规律也被你掌握了 怎么变也规定好了 那就是长变标准化里面的最高进阶 所以长变技术标准化 也是这样子一步一步走上去的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是二级 要往二级走 对吧 要把这一部分先实现出来 这个是技术系统的一个内容 第二个系统就是流程系统 流程系统 我们技术对流程 确实在的不是特别关心 是不是 我们关心图纸 关心技术的话 对流程不是很关心 但是大家实际明白 什么叫现代企业制度 就是用流程来经营企业 就是叫现代企业制度 我们叫什么 所有的 所有的就是从资认性经营 转合我连生性经营 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根本标志 我们其他 我不多讲他讲 我像举一个流程里面 我会举一个例子 那么流程也是一样的 所有的流程 就是 也是有一个成熟度模型的 我们现在呢 咱研发里面也有流程 研发有产品实现程序也是个流程 你那个扶持 那个审核过程也是个流程 对不对 总是这样是一个流程组成的 流程都有 大家呢 只是什么呢 天天在这样走 也没想过为什么要这样走 也没想过这样子 到底能不能更好 更好的走法 有没有 也没有 没有去思考 对吧 那么我后面会举个例子 是如何去思考这些东西 因为我讲了我们做研发的人 最重交付的 最重交付的一定是产品 而不是流程本身 流程是为了更好的交付产品 对吧 或者是产品做得更好 应该是为这个服务 流程系统本身 它是使得我们的过程更加规范 更加好 来保证一个好的结果 目标还是好的结果 那么这次呢 我们教育对流程呢 有个成熟度的模型 那么流程成熟度呢 我们现在大概也在二级 我如果 我这个红点跟 我不问我 像你们也是在二级 就是我们呢 流程已经文档化了 对吧 就是我都有 文档的问题都有 有一部分呢 IT化了 比方说OA啊什么的 也不放IT化了 对吧 但是呢 部分的自信呢 跟文档不一致 或者大部分的自信 跟文档不一致 是不是 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状态 那我们呢 这个是走到下一步 三级里面去 我先不讲你 这个流程合不合理 为什么呢 我们原来的流程 是看不见的 之前的什么 你也反正那个走过了 就走过了 对吧 所以也回忆不出来 当时我就跟你讲 郭忠宁 你三个礼拜 礼拜一 签了几个字啊 每个字分别是什么 想不出来的 哪想得出来 三个礼拜一 我签了几个字 每个字分别是什么 对吧 根本想不出来 那就是说 这些数据它没有被积累吧 虽然每天没有流 但是呢 没有被积累出来 没有被积累 就不能判断这个流程是优秀还是不优秀 实际上来讲 所以我跟很多学生 很多学生说 我们上P1的时候 能不能这个流程整段优化一下 我说出不了啊 因为你没有数据积累 对不对 就是啊 我们怎么知道 你这个好还是不好 你这些码要求 一堆数据看得见 可视化可以看见了 大家来说 这个流程合理还是不合理 否则就是一个实际流程固化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认为三级里面 首先要保证的是 文档化流程和IT系统严格一致 就是我文件怎么规定的 系统里面怎么走 这是首要的 就是我们用IT是固化流程的一个 成本最低的方法 那么如果这样子有个半年一年的数据积累 那我们再来谈 说这个流程合理不合理如何改善 就有了条件了 有条件了 我们再来看 那么到了四级的时候呢 是流程可以被量化的度量了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看见的 我们还能够用一个尺子去量它 说你这个不合理那个合理 是不是 那我就把不合理的分 拿出来做改善嘛 所以四级的数据 我们叫流程是可度量的 那么五级呢就是 我们叫 是完全的持续改进 流程的持续改进 被严格地执行起来了 所以我们也是定期的 一年一度或者半年一度做流程改善 就是流程程度 那么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没样子通过流程来改善 标准化 产品标准化 这也是我在13年做的一个案例 他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跟我比较要好 他是99年的时候在上海中级冷箱里面当技术部经理的时候 我给他做PDM 我们两个对标准化的认识呢 一直相互觉得很欣赏 然后呢他后来到了那个南方中级去当总经理的时候呢 他就请我过去给他去改善 然后他们不准化这个太差 那么 这个改善的理想 你要短期练效是很难的 长面标准化短期练效 我连工13年半 他给不了我3年半 那我就开始动脑筋了 我最后我是从 流程改善 拿住了 我是2013年的1月7号第一次去 我每个月去两天 这个两天呢我帮他去做改善的 一个月两天就收 然后呢 我跟他讲 我说你要我做可以的 我要有权有钱 所以有权有钱呢 我说你最起码 你下面的总工技术部接你 他的收入我要做的收入 我说我做不了这件事情 他就把年终奖的权力给了我 那他们年终奖特别高 年终奖可能会是 他平时比他平时工资这些来要高 所以他来讲他是一个非常有诱惑你的一个红包 那么他们技术部经理大概 年终奖平时的话大概拿15万到20万左右 那我呢1月7号去找这个技术部经理 他们30个技术人 我说你 我来跟你谈谈 我说呢 第一 我说你们老板呢 请了我 有红头文件的 你看见吗 我是总经理特别助理 我管你的 虽然我不在一起 但是我管你的 我怎么管你的 你经营的年终奖是我收的算 我收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我先找他生云 这件事情 17号早上去 生云发生的时候 我说呢 那我呢 跟你考核指标也很简单 很简单是什么呢 我说我要到今年12月份的时候 每订单 新化图纸 降低百分之十 平均每订单 新产生图纸量降低百分之十 这就是你的指标 就是我要是标准化上来 对不对 整个12月份的 可以当平均下来 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怎么来 我说20万元年终奖 我怎么来考核你呢 以10个点为基础 如果你达不到10个点 每第一个点扣4万块钱 达不到10个点 如果你超过10个点 每高一个点奖励4万块钱 就是 我给你今年的承诺书 你不用给你们拿到写的 对我写就可以了 刚刚打印出来 我说 给你这些严重的一个欠字花样 我们俩先把这个字签了 对吧 签了之后呢 我说我是来帮你来 拿更多的领奖奖的 我不是帮你们 不是帮你们老板来扣你 对吧 我是帮你们拿更多领奖奖 那我说我们怎么来完成呢 我是让他把他们的30个人 技术排名给我排出来 第一名到第三名 他们整个的 那个 业务模式 因为他原来 12年上了我PM 所以我知道他们业务模式 他们原来有什么呢 一个设计员玩几个客户 一个设计员玩两个客户 这个客户的订单 全部是这个设计的 这个设计员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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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设计员设计 就是什么呢 这些设计员之间老死不向往的 尼光里的我客户 我忘了我的客户 是不是 老死不向往的 标准化肯定是很糟的 对吧 标准化很糟的 生产就糟样了嘛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呢 我那时候 我那个前五名画了个圈 我们前面讲过的 概念设计的重要性 对不对 前五名做整个一个组 叫总体设计组 前五名 六到十名 他们那个产品我分析一下 可以分为五大模块 六到十名 五个模块组的组长 五个模块组组长 然后呢 那个十名以后的 后面二十个技术人员 我让那个六到十名的人 关到一个会议室 我说给你们两小时的时间 你告诉我 谁是你的手下 二十个人 你们自己争取 对吧 有的人如果 没人要 退回能力资源 就是 因为可能会有刺头型的人嘛 对不对 退回能力资源 就是 两小时 你们要给我出来 告诉我 谁是谁想 那所以呢 在 一月七号一天 我就完成了 组织架构的 变革 研发部门 就是要把它变成 然后呢 一月八号 改变成 我说改变成 我很简单 我什么 其他人没怎么改 我就改了这一个 就是 强制做总体设计 概念设计 然后呢 只有总体组的人 就是所有客户 魔化组的人 不允许这种客户 不允许这种 就是 总体组的人就是所有客户 这总体是五个人 总体组的人做完了之后 要做庭审 庭审是五个魔化组的组织 五个魔化组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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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这个 五个魔化组织 六个组织 六个组呢 我说呢 按 那个总体组的 可能是拿多一点的吧 后面五个魔化组织 少一点的 放好 放好之后 他剩了有一点 如果说 你这个魔化组的人 一张头的布画 就满足了这个 总体设计的要求 double 放备 一张头都不画 就满足了我这个订单的需求 这个工具设计的 那么也就放备 画过一张头的就 正常的 只要产生一张头 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想想看 五个魔化组的组织 参加这个评审的时候 特别激烈 所以评审要冲突 这个评审才有价值 对吧 他就特别激烈 在里面 就跟他们埋了一个坑在里面 然后呢 完了 1月8号 我回来的时候 我跟他们老板讲 我说 刘总我回来 我说我请你精神度几点 第一 他们一定会访谈 告诉你 原来呢 我们三天就可以做完了 现在五天也做不完 为什么 原来是一个人做啊 自己跟自己不用交流 不用交流 对不对 现在是至少六个人做了 那你肯定是比原来帮了 是不是 对吧 肯定比原来帮了 他说 可能会跟你讲的 我说呢 要听他给我们一周才行 原来是三天的 三天怎么出来了 我说你给我接受这几点 第一 你告诉他们 这个调整 流程调整不会变了 绩效不会变了 第二个是什么呢 该三天还是三天 没有什么跟我讲五天三天的道理 不允许 你怎么加班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是不是 流程必须变 三天必须保证 没有什么好讲的 我说 然后我说你要压住什么呢 压住两到三个月 两到三个月 我们人类什么 叫四十五天羊的习惯 我们只是不习惯那样做而已 并不是说这样不可以做 那么三个月左右 确实效率好像跟原来一样了 一开始是当然加班 但是到了三个月基本上不加班 六个月被原来看了 不增了就 所以六个月的时候 他们那个总工跟我谈了 他说 我以前听你讲的时候 也知道你这个讲法是对的 但是呢我们不敢去改 不敢去改 但是呢 改下来发现也没那么难 因为那么难 就是兼职了那么 六个月上去 那么 那么这个一年的结果来一看起来 2012年跟2013年我们做的对比 对吧 大家看到 他的2012年的销售额是33个亿 2013年的是49个亿 销售额是增加了16个亿 那么 几乎也是每单价设计 那么他的零件总的 你看新增降下来了 对吧 接下来了 然后呢 通用店的利用次数 借用次数上去 对吧 产品在中方程度上去 对吧 所以 一年下来 这个一年是非常 有整理来讲 对他产生了什么的变化 他的 整个公司的平均利润率 成利率 上升两个百分比 大家想想看 这个两个百分比 他们放到49亿多少钱 对吧 所以我们 实际上也明白 我们研发里面 真的是前进一小步 可以给企业创造很大的效益 很大的效益 好 我们要实现研发跟我们电单开发的一个有效的互动的流程体系里面 我们前面讲了 我是主张研发跟电单开发要分离 研发就是研发 电单开发就是电单开发 那么我们 我们 如果要时间分离的话 如果要时间分离的话呢 我们是融合运转 这个是一个 研发的一个 这张图呢 如果看过IPD的话呢 这张图是很熟悉的 上面就是IPD的一个开发 好了 好了 那么 研业设计的时候 我们理想讲 所有的研业设计 都必须以研发的平台为机型来改 不允许订单派生订单 不允许订单派生订单 我们以前都是什么呢 全是订单派生订单 来了一个客户 跟原来那个差不多 把那个电单拿出来改一改 对不对 再来了一个 跟那个差不多 就是A派生B D派生C C派生D 最后一团蚂蚁啊 是不是 搞不清楚 这个就是不利于什么呢 不利于传承 就先进来一个人 要把那么多电单都看完 我才能够做好成功呢 那你这个等到看完 三年过去 是不是 那这个 我们培养人的周期就会 就会增加 所以 我们始终认为电单开发 是一种一次性的事情 一次性的事情 就是我用平台为基准 来做电单开发 开发完的 重要是什么 我要是总结 就是我认为这个电单里面 很有限的东西 我要总结去改善平台 最后的积累 全部积累到平台上面去 如果你能够实现这样子一个循环 那么 你的平台个数是有限的 对吧 平台会逐步逐步变成一个什么呢 变成一个可备置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把很多的优秀经验都不断的积累到平台上面去 所以我跟很多起来讲 我问你 一开始做不到研发分明 你最起码要把产品平台做 什么平台是什么呢 你找出现在产量最高的 技术最通用的 你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 把那个假设它是平台 以后 这类产品 就只能借用这东西 不允许电单 所以我应该是努力去改进它 不断的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平台区 这也是一个促进我们知识传承 和标准化的一个好的方法 那么再来是我们前面讲的 概念设计 概念设计 到底要做哪些东西 对吧 那么我们对1699 已经告诉了我们 概念设计做什么 对吧 已经非常明确 就是我要做 示范代言报告 可行箱报告 技术方案 似乎总读 产品与过程特性 飞马 对吧 只不过是什么呢 我们很多时候把 产品与过程特性 飞马 这样子一些东西 我认为仅仅是需要出的一种文档而已 没有把它当一个工具 对吧 只在呢 产品与过程特性 我们说是产品定义的工具 对吧 飞马是风险控制的工具 那么你把这样的东西当文档看还是当工具看 对吧 如果你当工具看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明确的东西 对吧 好 那么总而言之 一个好的过程 它产生的结果 我们叫什么呢 一定是能够使得我大量的电单 是通过配置产生的 或者是配置基础上 经过极少的改建进行的完成 这个是最优秀的一个 那么 这为流程来讲呢 我们叫流程系统来讲呢 那我们始终强调叫要工序化 专业化流程化 什么叫工序化专业化流程化呢 就是 就是我们自己搞工业的 大家想想看我们车间啊 工业和手工业才是哪 那样 手工业就是做这个桌子 从锯木头开始都是我一个人做完的 我的水平代表了这个桌子水平 桌子也代表了我 这叫手工业 工业就是我们一个人只干一倒许 我按这个 我车的就是车的 我干什么就是干什么 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是呢 我说 你的车间是工业化的 我们的研发是个手工业 是不是 历史已经证明了 工业化 一定比手工业更加可靠 更加好 是不是 那我们应该努力在 我们的研发里面 引入我们叫工业化的研发 或者叫工厂化研发 这样概念 对吧 我们在研发里面努力实现工业化 专业的人当专业的神 这样才行 那么在流程里面呢 我让他记住的话很简单 就是两个字 我们企业里面的所有流程 只有两种 一种是广的流程 一种是空的流程 一种是空的流程 企业里面最多的两种流程 什么叫广的流程 就是你每天必然在发生的流程 比如说 一张图纸 要结果校对 审核 公益会签 批准 对吧 我才能生效 这是必然会发生的 每天都会发生 是不是 这种流程 这种就是管的流程 第二种是空的流程 你希望它不发生的东西 那我就给大家讲的例子 设计变更 是不是设计变更 全公司都是认为它越少越好 最好不要发生 这就是属于空的流程 那么我们以前都有句话叫管理是什么 管理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那我说这也是错的 我们都学说变成法 事物要一分为二 对吧 我们认为 短的流程 就是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管的流程是越短 效率越高 所以呢 要把那些人 闭着眼间牵制的人 全部干掉 你会提高效率 所以我们流程里面判断 优化也很简单 这个流程拿出来 这个是管理流程 管理流程你看一下 哪些领导是闭着眼间牵制的 这个就不要拿到流程里面去拿 拿到通知里面去就行了 对吧 这件事发生了我通知你 不要拿到前面的流程里面去 对吧 空的就不一样 空的是什么呢 是甚怕别人不知道 所以呢 要把简单问题复杂 复杂到什么程度呢 复杂到让我们的设计人员 认为看见这个人 真的害怕 万一我摊上了 就快摊了 你们要认识想想看 我们大量的设计错误 我通知有很多习 80%到86一定是 什么叫什么呢 是低级错误 按它的技术水平是不应该发生的 是它不仔细 对吧 不严谨造成的 并不是我的能力不可走 绝大部分 可以将这部分的错误 应该将我们设计错误 应该在80%到86左右 那么你如果能够把80%到86的减少掉了 你想想看 你这个已经很厉害了 是不是 已经很厉害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 让他 让他 这些设计人员 不犯上的错误呢 让他有一个敬畏性 敬畏性是什么呢 你把设计变分的那种搞得贼复杂 复杂了他 叫天天不厌 叫地地不厌 就是看你就害怕 那么这说明 就整好了 它一定会降低 我们很多那个客户跟我讲说 因为我们3PM 要加快设计变分速度 我说你死了 加快设计变分速度 我说那开后门 随便开门 这个脸盆长得塞字 对吧 我说设计变分 必须要让他觉得烦 烦到他 他设不了的程度 然后呢他最好前面 做得更好 阿弥陀佛 是吧 那这样我才能够降低 管理出事上来讲 也要有方法 所以我们讲 控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那么联工那个 我们当时控标准的 能不能这样吗 这些新的标准的都不行 要总共同意 要那个产购同意 财务同意 参数同意 你才能加一个 那不就搞房了吗 对不对 搞房的实际上 你不会去想去加了 是吧 这是要控的流程 所以 流程里面 一定就只有两种 认识管理的空 所以你做流程 我们后面 PAM做的时候 是这样的 你先看看 是不是管理流程 还是控的流程 不可以 对吧 好 再一个呢 是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呢 我们企业里面的 研发组织结构 一般是有两种结构 一种我们制作的 叫功能 就是按专业 比方说 我分为结构的 电子的 软件的 这是我们称为的 功能 功能源重 那么功能源重呢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是同专业的人在一起 相互容易探讨 是吧 容易产生公信技术 容易标准化 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这个项目开发的时候 一定是老是拖延的 为什么拖延呢 它总指责 评论没配合好 是不是 别的专业没配合好 就叫你敢 你又不敢 我提出来 你就不同意 相互之间互不买账 它一两回导致 项目周期和拖 所以一般说的 组组结构一端出来 马上就知道 这个组组结构是什么 第二种呢 是我们称为的 平台应酬 就是按产品划分 像他们 像你门我举不出来 但是像一些高科技企业 做路由器的 做电话机的 做什么的 是不同的部门 就称之为 平台应酬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一款产品 只在一个部门内 做完了 所以它速度会比较快 效率比较高 但是确定是什么呢 平台之间的公众是没有 明明可以标准化的 所以它正组结构 长片之间的标准化 成组结构比较高 成组结构比较高 成组结构 所以每一种 每一种组组结构 它都有它自己的 优点和确点 完全是我们怎么样 去能够把它 优点能够发扬光大 确定能够克服 那么做到能源系统呢 一个就是组组结构 第二个就是绩效 如果组组结构 和绩效问题不解决 没想法 你解决不了 那么 组组结构有了之后呢 我们就是要谈绩效 那么 我们呢 现在到很多地方去建议 建议客户是什么呢 是按功能应酬的方式去做 就是这个的 就是什么呢 同专业的在一起 同模块的在一起 就是什么呢 你的产品结构 越等于组织结构 这样有利于什么呢 有利于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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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有利于什么呢 能源的稳定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说我们 在这样子的结构下 我们就可以给 不同的人 设立一个成长路径 成长路径 为什么呢 我们不同的模块的 难度可能是不一样的 有些模块也会很简单 有些模块会很难 是不是 那么我们以前是 一个新员工进来 什么都要学会才能干活 然后什么要学会的时候 他要走的呢 是不是 然后这个就不问题 那么我们就让他怎么办 新员工进来 先从最低难度的开始做 对吧 我对每一个模块的人 流程时间 做一个限制 当时这个东西 我只要干半年 你才有自个换到地方去 全部换一遍 你才有自个做总体设计 对吧 那么一般说 你产品稍微复杂一点 如果所有模块都这样子 扎实走过来 到对方那边 这个人真的很厉害 不是一般的厉害 中央几个人 对吧 那我们就怎么 那么一般说 从这里到这里 怎么有了整个五六年七八年了 是不是 一个人在一个公司 有五六年七八年的时候 他忠诚度已经没有了 对吧 那么以前我们为什么 很多人容易跳槽 就是因为什么 他傻也还能 从我们很多人看 他傻都不会了 他已经到外面去要价钱了 对不对 说这个项目我干了 那项目你干 他干了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以前就是 手工做方式的开发 就是他一个人 就是 虽然很多人跟他掺了屁股 但是 那个名字确实是他 对吧 那他就可以出去了 那如果说我这样子 他过了三年 他说我只干过这个 只干过这个 至于这个压述器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就是 那这个整个来讲 会更加有利于人 能他的成长 更加扎实 能量的稳定更加好 所以我们要建议什么呢 我们就要跟 魔法的技术难度 是要试验的能量 只能提醒 那么有一些人呢 也许他不适合再过去 他会肯定到这里 但魔法组织长 会有一部分能肯定下来 那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使得我们整个的 那个 调整化成果 跟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 能够结合起来 就是在 就是在 这个结构上来讲 就是我们更倾向于 按照 我们叫 功能运程的方式 来组建 按魔法的方式来组建 那么 有了这样子的结构之后呢 我们就要谈 技术考核 技术考核实际上呢 我们要把员工分成 分成几层呢 最起码我说要分成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我们称为专家级的工程师 第二个层面是我们 一般是叫管理 第三个层面呢 是我们一般的自行人 那么 专家型的 专家型的研发工程师 应该是 产用我们叫成果目标管理词 我讲的 上次是干领设计的 真的是 今天心情不好 我上次做不出来 明天心情好了 我就做好 这个事 真的是这样子的 用什么 用脑子的这个事 对不对 那么 对他们的要求 就是 我们叫 按时 把技术能力 就觉得 这是中央技术做的事情 所以他不采用 我们一般是不采用 很严格的 说有计量啊 计时啊 这种行为 是目标成果 经营整体来讲 怎么样子 要做你的考虑 那么 到了自行程的时候 我们讲的 详细设计往后 应该是没有任何技术难度 对吧 那就什么呢 意味着那一块 全部可以定量 对吧 全部可以定量 就因为他没有哪个技术难度 不要你去考虑那个技术问题 是不是 前面已经把它解决掉了 那么 后面的就是 工作量的问题 这个部分 一定要量化 我们建议呢 是建立到 建立功识之技巧 就我每一件活 多少工作量 都跟你恰死 最后是你刚多少活 多少工作量 就可以出来 那么 对于部门经理呢 部门经理这层呢 我们认为是自动绩效 你这个部门的平均绩效 下面员工的平均绩效 就是你部门经理的绩效 为什么 部门经理是教练 对吧 是 你的职责是使得整个部门员工的平均绩效能 不是一两个人更好 不是一两个人更好 那没用 你是要平均值 所以他的绩效 也按他下面的人的平均值 就可以出来 不需要对他 动力的KTI 也是一个KTI 对吧 那就可以不拉 能够出来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提高整个部门的平均劳动势难力 对吧 也是这样的 就是绩效考核的一套 好 那么在绩效考核里面呢 我想 就是大家 就是在能源系统里面呢 大家要始终记住 就是什么 绩效这件事情 这个指挥棒往哪儿走 所有人思想 一定要往哪儿走 对于人的管理呢 有两句话 要记住的 我们叫什么呢 习惯是靠罚出来的 方向是靠奖出来的 奖励出来的 就奖和罚这两件事情 广人就是奖和罚 对不对 什么事情该讲 什么事情该罚 凡是你要你的手下 养成习惯的事情 必须罚出 不罚是养成的 再来讲 这个大家在座的胳膊 提醒一下 那个交通法规 开车的 对吧 没有一个交通法律里面说 你连续三年不违章 奖励多少钱 没有 始终是 你只要一违章 就扣你钱 扣你分 对不对 他只有罚 他就是要养成习惯 对不对 以防是要你手下 养成习惯的事情 必须是有罚款的制度 否则等于没有 法等于没有 那么我们一般是跟 哪个部门经理讲 我说 你作为一个部门经理 你要始终明白 在你本部门来讲 如果你养成的习惯 要你手下养成习惯 不能超过五个 我叫三到五个习惯 如果还不能终好管理的话 那是你部门经理无能 是不是 就说你要有他养成五个习惯 这些人都养人了 结果你还管理不好 那是我们找出了吗 是不是 那不应该是那几个习惯 对广义来讲 对广义来讲 这是我们对人生的讲法 做一个讲解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盐巴底细的一个模型 这就是一个整个的模型 那么我们前面讲了 我们要实现的是什么呢 技术研究 要形成领先的核心技术库 形成了一些专利啊 特殊的技术啊 然后呢 研发要做平台 营业设计 是利用平台来产生客户的产品 就是整个体系的价格 那么我让我们前面三句话 就是我们要知道 技术研究要前演化 然后呢 创新开发要平台化 营业设计要领解化 要又好又快 最重是体现在面向客户的时候 又好又快 不是快了就不好 好就不坏 是不是 真的要知道要好又快 就是我们 任何一个企业 都是需要追求的东西 那么我们理论部分讲完了 后面就是 我快速的把那个 IT跟这个 这部分怎么落地啊 快速过一下 这个是他们那个十四组的职责 我们十四就是要把 让这些思想能够通过系统落地下去 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看看中国字这个银字 我们企业为什么会银呢 有几个 有五个方面 这个字就是由部分组成的 第一 要有危机意识 上面是个玩 第二是要沟通 第三是要日进月累 第四个呢 是要财务稳定 对 第五个呢 要有个平常性 有个平常性 那么我们要想 做好研发管理这件事 也是要有这五个方面 有方面 那么我们在原来系统 没有严格执行 到一个系统严格执行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后面会逐渐 有很多人很感到不习惯 就是说觉得这个好烦 对吧 这个又要这样做 那个又要那样做 觉得很烦 能不能更方便一点呢 对吧 说更方便一点 乱炒码到最方便了 对不对 就是一样的嘛 不安全 对吧 为了讲这件事呢 我这方面有个小故事 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是背负一个 沉重的十字架在行 因为每个人都有职责 对吧 都有责任 有工作有工作的责任 家庭有家庭的责任 对吧 为人的丈夫有丈夫的责任 为人妻子有妻子的责任 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这个十字架在行 那么每一个人呢 他想 这个上帝啊 这个十字架这么重 我可不可以砍掉一块 想着想着就把这个十字架呢 砍掉一块 砍掉一块呢 他就再背系列挖琴走 觉得轻松了一点 对吧 轻松了一点 但是呢 直到时间长了还是觉得很沉 很沉呢 他就再如法炮指 他说我能不能再砍掉一架 那他就把他砍掉 再砍掉一架 这个时候呢 他感觉很轻松 这么轻松 就走了 对吧 然后呢 旁边的人还是那么长了十字架 那么重的往前走 慢慢往前走 他呢 可以哼到一个小曲 往前走 就走得很轻松嘛 那呢 很快还是要到最前面去了 到最前面去了 之后呢 出现了一个红沟 这个红沟呢 过不去 过不去 他只能等 后面的人呢 慢慢就走上来 用这个十字架呢 把你架过去 就走过去 但是呢 他的十字架呢 被砍掉了两架 是搭不过去 搭不过去 那么 这个故事呢 我想告诉大家 叫什么呢 在我们的所有的管控里面 特别是我们技术管控里面 管控的 严格控制 跟规范作业 是第一位的 对吧 然后呢 就是他 当他跟方便性 随意性 发生冲突的时候呢 我们 很多的 技术人员 会选择方便性 和随意性 但实际上 这个对我们企业来讲 不得来损害 不得来损害 我想这个故事的 目的呢 是希望我们 至少PM的关键用户 任何时候 要站在企业角度 先收空 对不对 先要做到收空 然后再探讨方便性 任何不收空的方便性 都必须被读 在这个里面 所以这件事情上面呢 希望大家 能够 所有关键用户 在本项目里面 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所以呢 我们对于 BM 项目的第一期来讲 我们 会有这样子一个 要求 叫什么呢 目标是 数据可控 数据规范 打通技术内部的数据流 这是我们 第一期 最根本的目的 那么 它的最大章二就是 强调方便性 方便性 因为我们原来没有管 很随意很方便 我想打印就打印 你趁这个自己出去 是不是 现在是 这个也要卡 那个也要卡 这个一查不对 那个一查不对 是不是 那这个地方要严格 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领导 在这个时候 要一刻空 做第一要素 做第一要素 所以呢 我特别强调就是 我们的数据可控 作业规范 这两个是大前提 大前提 一件事只有低多法 然后呢 它的成功的标志是 流程落地 数据完备 一切数据 以非安符记为主 就所有的技术数据 一定是先入库 后打印爬发 有点一定正确 这几点呢 是必须要做到 第一期的 里边的事 然后你才有后面的 可能性 做标准化 做后面的一些可能性 如果这个做不到 那我认为 我往后的根本就不能够继续下去 这是我们叫什么呢 把我们的自己的家当 能够有效的合在一起 这是第一次的目标 那么针对于我前面讲的 一个中线三个基本点 那么我们在 平安落地的时候 也同样可以分为三大系统 那么我们提到三个标准化 叫什么呢 技术系统是设计标准化 流程系统是流程标准化 能源系统是工程系统标准化 所以我们还是要讲 能源系统要专业人 要专业实 对吧 流程呢 要实现标准化 固化料来落地 然后呢 设计呢 要实现标准化 这是我们做PM系统 跟前面相对应的三个标准化 那么所以呢 我们把这三个标准化 再讲的通俗一点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叫网务 网视 网能 对吧 网务就是把我们的技术系统 所谓的成功化起来 PDM 产品数据管理 网务呢 就是把我们流程系统把起来 就是每个人每天干什么 怎么做 把它刮起来 有了这两个基础的管理 就可以对人做评价 所以这两个是最根本的 这个是基于这两个人来做的 好 好 那么这个是 属于那个目标里面 那么我们整个的 系统都定了 我们希望技术系统来讲 是把所有的我们的研发成果 它的有效版本 所有的历史能够完整的控制起来 对于流程来讲呢 是实现我们的资料体系里面的 产品实现程序的落地 跟所有的亲身流程落地 那么能源里面呢 希望能够做出一个评价系统 就是 对于三个系统里面的主要的目标 好 那么 这个是几个 我们的界面举一下例子 就是我技术系统落地 不外乎就是什么呢 第一是 把我们的所有的产品数据 以BOM为中心把它管理起来 这是我们常规的PDM 以BOM为中心 把所有产品数据 能够帮它勾连地管理在一起 能够把真正有效的版本 一眼能够看到 然后呢 对于流程系统来讲呢 我们要把我们整个 资料体系里面的云发流程 可能有点 这块呢 我们汽车里面不见还有特别的 二方审核 肯定要长得 希望以后二方审核 就是搭开系统在那里看 那这样的话就是 那么这个过程 能够完整 都递下来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能够把真正的流程 所有的业务流程 跟我们技术相关的 全进去 那么我 我用这个流程来看 因为这个流程是 复杂吧 复杂对吧 这是松下的 Panasonic的 量长以后的 设计变分流程 那么大家可以想想看 人家有多复杂 你那个太简单了 还想加快对吧 他们这个流程 以前能工作的时候 最短45天 对吧 最短45天 最长多少时间呢 最长14个月 那走吧 那么 再想想看 我们可能 根本就等不住 对不对 可能下午就 搞出去了 为什么 我们是量长以后 而存在设计错误 他为什么能够 四十五天 量长以后直接改进 所有的设计错误 不可能得到量长 所以理论上 如果我们是 赢格按照169之间走 量长以后 也不应该有设计错误 因为你已经 印证了无数软件 是不是 量长以后 不应该有设计错误 对吧 那么 我说你很多时候 是什么呢 是因为前面没有控制好 你还不具备量长的条件 你就把它量长了 那是这样的概念 就是 我说你可以评评客户 要真的骗自己 我跟很多部长的说 你该是那个前面解决的问题 你不要用后面开后门来解决 对吧 要么就是我有两个状态 一个是面向客户的状态 叫量长 客户量长 一个是我自己也有个状态 对吧 那我设计变更 那个就是量长前面变更 对吧 单身变更主动墙 正在于你技术设定 量长后的变更 比达上讲主动墙 不完全在技术上面 那技术部门的 就是这么一点 量长后的 后面都是其他部门 为什么呢 你影响了所有部门 对吧 那么第二个资安图里面 来看一下啊 资安图里面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 你看到 他任何一个部门下来 都有一个标准化员 你看到吧 他们Panasonic 就是所谓 每一个部门都有装置标准化员 就是他认为标准化不是 你一个技术部门的事情 是采购有采购标准化 财务有财务标准化 对吧 参数也参数标准化的事情 就是说你只要是一个业务 都要有标准化的事情 所以他们每一个部门都有装置标准化 这点的时候我看了之后 我觉得很震撼的 对我来讲 以前我们很多企业是在 技术部门有个标准化室 对吧 然后他就省一省就 他们是真正我们的我们的 业务就是各种 对吧 每一个业务下来 都有各种各种事业 那么最后一个呢 是我们叫能源的管理 能源管理呢 我们始终认为 每一个人的效率提高 才能构成整体效率提高 对吧 所以呢 我们把精一里面的一些 目视化的这种思想 帮到了我们研发里面 是什么呢 使得每个人所做的事情 透明化 看得见 那么我们每个技术 要进来来看见自己的 看法 我哪些事情是紧急的 哪些事情是可以犯一犯的 你每天上 一上半就看一下 我哪些事情没做完了 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你如果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有条理 效率一点比 没条理高 你这么说 这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 影响 然后第二个呢 是我们管理能源 管理能源和个人参与 怎么办 个人看见自己的 管理能源看见他 一群的 对不对 我管理能源 看见他 这种情况 我都可以看见 是什么样子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对于 每一个员工 我们会每个月 成功一张 评价表 你们的绩效 可以从这个里面 哪一部分速度出来 我们大概设了 11个指标 对一个人的评价 在一个月里面 至于说哪些人 你的绩效 你们确实是 你们要去考虑的事情 这11个指标 我们是总结了很多企业 把它整理出来的 这1个指标 然后呢 我们每一个指标 都会有人 每一个人 每个月给你一个账单 你自己看 就是 每一个指标都有什么呢 我本部门最高分是多少 平均分是多少 你是多少 这个是 这个方法 我们是从 因为我们很多指标 什么叫合理 什么叫不合理 不合理不知道 你怎么说 所以呢 我们是从那个 我儿子上初中的时候 他们的教育系统 我查到那个成绩里面 我做到启发 开始 搞这个东西 我们就相对比较 方式 对吧 就是我这一项 我们整个部门 最高分是多少 我是多少 平均分是多少 你自己看吧 不是吧 那么你做的好 如果不好 你自己看 就是11个指标 但是我会把具体直达出来 对每一个人 然后呢 对于部门经理呢 你能看见的是 有六个指标 平常整个部门的 那么这方也有什么呢 有一个最高 每一个指标的每个最高分 有一个平均分 为什么看这个呢 那部门经理的指标 就是你平均分和最高分之间的空间 就是你的 这个部门的成长空间 对不对 是不是 你要使得这个平均分 不断的披进最高分区 就是部门经理的指标 这个 你会 部门经理 这个最高部门的平均分 里面又进了这个部门 这个部门经理又厉害 可以这么说 就是整个来讲 他的指标是这样 是进步空间的大理 但是呢 我们一般部门经理会 最关键的我们叫泡泡石 和最后的石 是吧 前石面 后石面 就是你最关键的 所以每一个指标 都会有前石面的名字和得分 最后石面的名字和得分 就是希望这些人 你是要得外关注 对吧 那么如果对大领导来讲呢 部门之间横向比较 这也是这个指标 部门之间横向比较 是他只比较比面坑的 所以我这准备分标 做比较 这个是对人的 因为我们后面会14PM 我整个来讲 对这块我不展开 我们今天主要是 讲前面的管理本身为主 对于PM呢我想 还是做一个总结 然后做PM 真正来做的话呢 就是这五个方面 第一个呢是 建立合适的产品和业务的 新增模型 打通企业的信息流 从设计到制造到ERP 到MES 就是信息流导 对吧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要建立合适的产品研发流程 形成我们产品开发的模板 以后的产品开发 就按这个字 那么计算机很笨 你怎么规定它 你怎么走 对不对 那我们就真正能够 把所有写的就是死活的 第三个呢 所有的业务流程化 就是凡是跟我们研发相关的属于业务 全部在系统里面流程 流程落地 那么第四个呢 是利用这样子一些过程出去呢 可以形成绩效的固化 绩效纳不纳入 用不用这个里面来 那我觉得可能是 你一开始可以比的低一点 但是一定要想办法纳入 否则大家不会重视这件事情 第五个呢 是要建立自私传承机制 实现企业的自私纪录 未来企业 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是自私传承能力 我们建一个新员工 假设三个月就能干活 我们这时候建一个新员工 要六个月才能干活 那我们就给人家利用 对吧 我们就给人家 人的利用率会高 所以传承机制也很重要 时间也已经超了 最后我就总结一下 今天讲的内容 实在是没有展开来讲 展开讲很长 我想下午讲这么多 技术中心也很少 我想技能上最终就是 几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这样一个体系来讲 就是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 做一个研发管理 总体来讲就是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就是以研发里面为中心 要找到适合于我们自己的研发里面 然后三个基本点就是技术系统 能源系统和流程系统 所以我分析任何一个问题 首先要确定这个问题都在哪个系统里面 然后再去想办法 然后呢 有了这三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常做PM也是这样做 那么我更重要的 因为今天上午今天下午讲的是管理 更重要的是大家记住 四个字叫管控讲华 管控和讲华 你要想当好一个部门经理 只要这四个字理解透 可以这么说 我们部门今天做的事情 就是管和控讲和华 直接上来讲 对吧 管理就是这样子 几个方面 那么管呢 就是这件事必然会发生 控的就是这件事 你不希望它发生 对吧 他平时一般也不容易 做得好的话 它不会发生 那是这样的东西 叫控的 所以呢 一定要把管 那就是一定要把流程速短 越短越好 短的不能再短了 说明 再短的什么呢 牺牲质量了 对吧 就短到不牺牲质量为止 这就是你的最佳流程 对吧 控的 那不是 这场就好 就是什么 甚怕某人给你漏掉了 你们来讲 因为漏掉了 就会造成损失 是不是 所以控的事情 是属于那个事情 所以控的要把简单问题 非常好 那么这个呢 是讲和法 凡是要员工养成习惯的事情 必须要做 凡是要鼓励某个方向 比方说我们要进知识库 每个人要贡献知识 这将可以奖励 对吧 贡献一条奖励多少钱 贡献一条奖励多少钱 这是我们家奖励的奖励 如果我们记住了一个中心 三个基本点 加上这个管控和奖励 那我觉得我们下午 这样子一个广规的时间 请我来百货百货一点 还有一点收获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